同样是校园消息 苗栗县赵南国中九年级的王怡珍 他平常会归纳不熟的题目 自制加强的题本 还选读了中英文的读物 来训练阅读速度 不但读书有数 从小习武更是培养了毅力的一个关键 今年他夺下了会考的榜首 成为了县内文武双修的最佳典范 锻炼身体四肢的协调性 柔软性习武之道 更注重修身养性 练武至今八年多的王怡珍 熟练传统武术姿态与武学心法 秉持武术定静安律德五字真言 代表学校在县级武术比赛斩斗同校 我们班导真的很认真 尤其造中在教学方面上也真的很用心 他们就是有一些就是 老师会在课余时间 加强一些我们 就是帮我们复习 这方面的就是课程 就很感谢这些赵总的老师们 当然那个赖昌秀老师我也非常感谢 因为就是从小学武术 让我有更好的耐力 感谢武术老师赖昌秀 班导师郭瑞银用心指导 王怡珍透过习武磨练耐力 面对课业困难也能从容应对 包括自制加强提本补偿 选读中英文读物等 今年也跟上姐姐王千云的脚步 拿下会考榜首 他本身从小就开始学武术 所以他在学习上很能够专注 那我们学校在所有的老师的努力之下 还有我们的同学的认真的之下 今年成绩还不错 考上61位5A 那我们的同学就是很强调 平常多运动 多看书之外 能够在身心的调节上 所以在功课的准备上 能够充容应对 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快 如今学武术还能文武兼备 培养做人处事的道理 若使苗栗县推动武术教育的目标 我上课时候常常会花个十分钟时间 给他们讲武学的心法 就这方面 希望他们学武不是只有在比赛 也不是目标不是在竞赛 而是要把武学融入到 他的修身阳性 还有品德身体的健康方面 然后把这些心法应用在 他的做人做事 还有我们讲尊师重道的精神 和一种规矩方圆的态度 武术充实精气神修身修心 也助于课业养精蓄锐 王家姐妹优秀表现 可谓文武双全的最佳典范